大家好,我是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龙东 很开心,今天可以讲讲有关蔡元培的道德教育 其实蔡元培先生小时候家境比较贫穷 本来他家族生意是做钱庄 他爸爸也是一个钱庄的管理人员 但是他爸爸是很慷慨的,往往借了很多钱出去追回人家 所以当他爸爸在1877年过世的时候,家境比较贫穷 之后蔡元培先生的生活主要是由母亲周氏来照顾 包括在经济上,以及在家务方面 而从母亲家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修得的一些看法 譬如说,当他爸爸过世之后,有很多朋友和世家 希望帮助蔡元培的妈妈 当时她妈妈说,我们做人是要折严,不依靠别人 于是乎都一一拒绝的 还有蔡元培先生的妈妈周氏教她的时候 因为她有七个小朋友,蔡元培排第四 教他们的时候,通常都要他们成年 非常重视,就是说话的时候要小心 那他怎样教他们呢? 就是说,首先你们要想一想 第二天你们见到的长辈或者朋友 他会问些什么的课题呢? 而你又怎样回答呢? 当事情完结了之后,你回答是否适合呢? 那如果不适合的,又怎样做呢? 那这些都是一个反思的过程 亦都是一个修得的训练 那当然啦,你说蔡元培先生,他小时候 那个时候,厉害不厉害? 有没有被妈妈打过? 其实是人的 那当时呢,就因为她妈妈教说 我最初,如果你不听的话 我会跟你讲道理 那但是呢,屡犬不改的话呢? 我就打你 那怎样打呢? 就是当蔡元培先生 还没睡醒的时候 就妈妈呢,就会揭开她的床铺 这样就用一枝竹枝打蔡元培先生 你猜打哪里呢? 其实是打屁股 不会打她的头和脸 后来蔡元培先生就说 为什么妈妈只是打我屁股呢? 因为呢,怕打到脸和打到头 会被其他邻居见到 从而是会取笑她 那我们现在可以想 即使她是做错了 我们要惩罚我们的子女 那我们呢,也都要体谅她当时的心情 不要影响了她 打屁股是只是痛 不会伤到骨 但打头和或者打脸 就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就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包括了科技啊,或者其他医学的知识 已经是传入了 所以,对蔡元培先生 如何看瑜伽的教育 或者我们所说的道德的教育 其实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 譬如我们知道 孝顺是一个很重要的道德的教育 那蔡元培先生 其实小时候已经很孝顺长辈 譬如说她叔父年纪大了 她每一个晚上都会陪叔父睡觉 直至叔父睡着之后才离开 有一次叔父太累了 靠起蔡元培先生的肩膀 蔡元培先生就不敢走 不敢离开 怕叔父因此醒了 叔父后来很夜醒了之后 就问蔡元培先生 为何你不离开 一直在我身边 他说叔父没有命令我 所以我就不离开了 可见他其实受到瑜伽的分头 很懂得敬爱的掌揮 另一方面 蔡元培先生也很受鼓励 譬如说当他爸爸妈妈周氏过身的时候 他希望行一个桑礼 这个桑礼就是说 不可以睡一般平时分开的床铺 要睡在草地 以及以泥土作为一个枕头 表示耐心的悲伤 因为过了身的人 其实他除了埋黄土 当时他的家人都反对 但是蔡元培先生 都偷偷做了 收了这个礼仪的仪式 当然啦 在今天来说 我们说 行这种礼仪式 在时代方面 或调点方面 其实已经不容许了 那是不是需要有个反思呢 其实蔡元培先生 因为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 其实对于瑜伽的一种道德的概念 也都有自己的提法 那譬如说 刚才我们说到 就是蔡元培先生 那个母亲 他过身的时候 其实之前他因为 一直已经有生病了 那蔡元培先生怎么做呢 那他就听叔父说 叔父说 你尝试就割了自己 左手臂的肉出来 加入药里面 给妈妈喝 喝了之后 他可以长寿多20年 那当时 蔡元培先生 是根据这个做法 是有做到的 但是 妈妈的病情 是无存款的 那到她妈妈来留的时候 她弟弟 原坚都是按照这个做法 来这样做的 很可惜 她妈妈也是过身的 那在蔡元培先生 自述的时候 他对这件事 他曾经说了两句说话 可以反映她是有反思的 他说 我母亲 警退世了 忠于无瑕 就是说 其实用这种传统 或者类似一种迷信的方法 根本是救不了她母亲 当时她已经是有反思 我们知道 在人生方面 除了桑礼之外 最重要也是婚礼 我们说结婚 在蔡元培先生结婚的时候 也体现了她对 传统思想的一种反思 譬如说 她第一任的妻子 是王氏 三或王 但这个妻子 帮她生了两个儿子 在阿根和毛季之后 就过了新郎 但是在1902年的时候 蔡元培先生 希望再娶一个太太 这个太太又称之为王氏 这个是江雅王的王 但是她提出条件 这个太太不可以持续 要适致 而且她不是一个妾侍 她是一个夫人 而且嫁到来 如果跟我吵架 她可以随时跟我离婚 以至我日后死了之后 可以改嫁 这五个条件 是她一个求谋的 一个基本的条件 但如果我们细心地看 这五个条件 其实跟传统的婚礼 以至跟当时万青的一种 风俗的习惯 是完全违反 我们知道前俗是很重要 是清政府一定要做的 要负女 女子不要识字是最好的 还有传统的婚俗 女子是不可以改嫁 不可以离婚的 但蔡元培先生 总总都觉得要打破 以至当晚婚宴的时候 她不是大牌见职 她是搞了一场演讲 这场演讲的讲解是什么 就是讲平等 这两个字 当时有一些读书人 当中有一位 我记得是叫宋婷子 她对于这个平等 这个说法 其实觉得是不可以接受的 她是男女 不可以平等 她说 蔡元培先生 如果你妻子 学识给你好 她就是你的老师 当然你学识 给你妻子好 你就是她老师 不是夫妻的关系 怎会有平等呢 当时蔡元培先生 这样回答她 她说 如果就学行言方面 三仔来讲 就是说从学识 我们的行为 和语言方面 其实真的有高低 很难有一个平等 但是就在人格方面 总是平等 因为我们的人格 是取决于我们的得行 而每一个人 都是会有机会 来培养她自己的得行的 很愉快 由自己的决定 并不是由你的阶级 或者身份来安排的 其实蔡元培先生 一直是受到 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是分布的 你说如果 你怎样对 我们所说的修德 做一个定义 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 他大抵六岁的时候 开始是私属读书 其实跟一般 清代的小朋友一样 都是读同盟之书 我们所谓同盟之书 他读伯家圣 千字文 神圆书 都有读过 读完之后 要读些什么呢 就是原家所说的四书五经 论语万子大学中庸 以至就是诗书逆春秋五经 深受原家的一个风陶 都是教法的 但是他对于从典籍里面 学到的一些德陆思想 他往往有个人的看法 譬如经常我们讲到三纲 我们讲到军神 故子和夫妇 蔡先生他认为 这种的关系 其实是相对的 即是说如果是故辞子孝 这个是比较适合的 但是如果父不辞的 子是不是一定要孝顺呢 其实要一种平等相对的观念 来看待两者 这个也是他对我们所说的德裕 有个修订和反思 当然受到西方思想影响 如果从他的生平来说 大家都知道 在1907年至1911年 这个四年里面 蔡元培先生去到德国访学 曾经在来比锡大学训课 当时他也写过 一些书籍有关德裕的 譬如说中学修身教科书 中国伦理学史 这两个很重要的典籍 而在中学修身教科书里面 这部书最主要分为两冊 第一冊专门讲就是实践 从收纪开始 以至到家族 以至社会 国家和职业五方面 类似中国文家思想的修齐自评 涵海面是很阔的 但不管如何 都是从修身开始 而第二冊就在论理方面 特别我们要留意 就是他有一个良知 有一篇是 另外除了良知 有理想 以至是有道论 武本等等 这些都是从理论方面着手 如果我们按照蔡盈培先生所说的 他说上策的蝙蝠比下策更多 最主要蔡先生在重视 收得方面就是重视实践 就是用方面 譬如我在他的生平里面 一个例子 他怎样重视用呢 不是真是讲的 真是要做 我们知道在1912年的时候 1月1日 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学的总统 但是为了大局的起见 他就将总统的职位 就给了袁世海 当时袁世海在北边 孙中山希望他来到南岸 去南京政府里面就位 当中的原因就是说 不想他藉此机会 就用蝎养的方式做皇帝 也都要纳入南京政府革命的系统里面 不断把一些见告上北方 但是袁世海都没有回应 唯有派暑视上去 蔡盈培先生在当时其中的暑视 当他接到任务的时候 他的朋友就跟他说 这是一个倒霉的差事 你千万不要去 因为上到北方 很可能是有生命的危险 当然这件事不是容易做的 但川普先生当时又说 总要有人去的 为难推卫 殊不成华 即是说如果我们有困难 我们就推却不做 直辞就是所有东西都推辞 这一个不可以这样做法 我们要实践 我们要用之于社理 于是乎他就接了这个任务 上一不放 就劝劝劝海 就落零立方 走人 当然到最后是失败 但是他这种道德大有不实前性 当然对于修德的一个定义来说 我们更加可以看到 蔡梅先生有一个宗旨 这个精神来自法革命的时候 提倡对博爱、平等、自由 这三方面 蔡先生很重视 在他当南京政府的时候的教育部长 大概在1912年的时候 就提出了这三点 而这三点 他亦都和瑜伽的人、二、树、三者 作为一个比喻 当然三人、二、树、自由、国外、平等 其实不可以互相定谈 但是也可见到蔡先生 希望从定义上做到中西融合的一点 其实蔡先生在做北京大学校长之前 对于德育的推广已经花了很大的努力 大概在1902年的时候 在上海他曾经扮一个女子的学校 是可以令女学生可以入屋的 当时他在演说里面就提到 他说德育是完全人格的根源 即是说我们的人格是建基于德育 如果我们有德育的话 我们修德的话 我们就有人格了 如果我们不培养自己的德行 我们就无人格 我们就无人格 他也对比就是说 我们今天说德、智、体 我们有智慧 我们有自己的体魄 但是如果没有德育作为一个基本 我们有智慧 很可能我们发明一些很尖端的科技 但反过来是会危害了全球 我们有自己的体魄 我们有自己的力量 如果不好好利用 都是会破坏社会的结束 在1917年 蔡元培先生就就职了北京大学的校长 当时他如何推动道德教育呢 他就成立了一个晋德会 在北京大学晋德会指趣书里面 他提出三个口号 作为推动德育的一种做法 第一个就是省忌 省走掉一种省的省 所谓省忌就是以不以律忌 你用道德规范来取一束自己 今天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好像说道德规范离开了我们很远 其实如果我们换一句说话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知道每个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以至到我们不可以包容其他人的说法 但其实我们需要融入其他人的声音 那我们怎样处理呢 虽然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 我不理都是有差别 但我相信价值观背后的一个宗旨 其实都是类同 就是真是美 真就是我们要有真评实句 不要列造一些事实出来 善我们都是向善 对人好的 我们不会虐杀别人 不会残害别人的 尾 我们有审美的观 我们有判断的能力 就是说根据我们的判断的能力 再按照实际真实的一个证据 从而行我们要行的事顿 这一个即使我们的价值观不好 只要我们背后的理念一样 我们都可以容纳其他人的说法 那第二个口号就是借人 不要说瑜伽一定 就要配合人 要亲爱人 其实也要懂得拒绝他人 所谓拒绝他人 特别是他们藉着权威 藉着金钱 拉拢你 弄络你做一些不法的行为 不好的事情 伤害别人的 那你千万不要做 这个是第二个口号 第三个口号就是指绑 什么叫指绑呢 就是说我们不要很容易地毁谤他人 千万不要做 特别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我们知道资讯是非常发达 在网络上有很多的留言 有很多的说法 真还是假 黑白有时都是往往颠倒的 首先我们要做好自己 我们不要毁谈他人 不要就是说一些不正确或不真实的说话 放在网络上 同时我们也很好用道德来规范自己 不要给别人机会来毁谤自己 蔡元培先生说到指绑 当时是针对北大学生说 就是说你们要好好做好自己 不要让其他人来诋毁北京大学 诋毁我们的学校团体 所以指绑也是很重要 蔡元培先生在1940年 是在香港过世的 但是他的道德教育 包括了里面的内容 以至思想 我相信对于今天的香港 以至全球 都有一定的啟示和意见